Hello 大家好,我是Ernest 今次我要訪問一對來東京Working Holiday的 香港魏姊妹Mina和骨子 了解一下日本和香港的工作文化究竟有多不同 從小到大都接觸到日本的文化 從小都開始喜歡日本的動漫文化 其實我跟她差不多 因為我小時候有看動漫 小時候喜歡日本明星 所以已經對日本很有興趣了 一直想嘗試體驗這裡的生活 而不只是來幾天 想在這裡住宿或者打工 因為我們來了東京 其實東京真的不算難 工作機會還有很多 還有因為這裡有很多中介公司 找工作不難,但是找一份好工作難 我其實有做一兩份工作 不是只有一份工作 因為他們的part time模式 跟我在香港真的很大分別 很多形式的餐廳都是四五個小時 或者五六個小時 你可以跟老闆談 可以回更長的時間 但是其實有很多份都不太定時 變成我預期一天 可能會回很長的工作 但是有時候 其實它排給你可能是半天半天 我有些朋友經常都在面試 他就是想找一份自己覺得 那個人工又適合的時間 又可以跟其他工作的工作 所以我覺得 尤其是香港人 香港人更加在日本找工作不難 因為語言方面 大家有識英文 所以我覺得是容易的 香港人在日本找工作 他們會覺得你懂得多些語言 我請你是有用處的 因為我們一來到工作假期 大家都可能會選擇 就是找餐廳的工作 因為最容易找 基本上你 其實你懂得很基本 很基本 接待客人的日文 那其實都已經可以了 就是它不需要你 真的很流利很粗粗的說話 其實在日本 其實我們一開始去面試 就很害怕的 因為經常都會說 他們很講禮貌 對啦 很注重小細節那些 譬如我可能去面試的時候 其實我直接面餐廳都試過 去中介公司都試過 可能一進門口的時候 又要打招呼 坐下之前又說 失禮了我要坐下了 你又得到別人的允許 你才可以坐下 對啦 就會覺得這件事是比較擔心 我會不會做錯一點點 對啦 就有一個 不好的印象呢 對啦 當然不是說香港 找工作不用禮貌 但是你這個 我知道 在日本找工作 每一個小細節 你都要好好的提醒自己 要注意這樣做 還有要用敬語 這方面也是很重要的 他們都很注重 你會不會懂得用敬語 因為是別人國家的文化 他們有敬語這件事 起碼你見公這件事 你會讓人知道 你知道你是有禮貌的 可能我們香港自由關 要做 總之前後 麻煩 多謝 其實都已經給人很有禮貌的感覺 但在日本不同 就是你又不可以用普通體 不用敬語 都要用叮鈴體 這樣 我那時面試 都有試過 他有問我 可不可以回到晚上11點半 12點 然後我就說 我查過那個 中電 我可以回到12點 然後他就好像 印象都不錯 就說 原來你連中電都塗了 這樣 還有我覺得 外表也有少許 真的 因為我之後聽我店長說 他跟其他人面試的時候 他說 那個女生頭髮會亂糟糟 可能會有一個不好的印象 你不懂日文的 找工作的限制會有很多 是的 我的日文水平其實都不是很高 因為我會覺得在職場上 聽我的上司 或者我的同事 訂單給我 我的日文都是猜猜的 是很心驚膽戰 我記得你有一次找工作 找酒店 他說你 他說我日文 不可以 因為我讀到M3的程度 就來了日本 因為他過一間高級餐廳 找工作 他可能是酒店 可能層數很高的那些 他會覺得我日文不夠流利 他就會覺得他怕我 不明白客人說什麼 而導致得罪了客人 或者給不到客人想要的東西 所以日文好 當然在找工作就會更加有用 沒錯